先講結論 我認為高鴻安 如果沒有接下來很多一些有利的東西 我認為他政治事實上已經結束了 啊 到結束了 因為他接下來還碰到貪污 會不會被停止的問題 一審如果要是 對 一審當有罪就停止了 先講了為什麼會認為他結束 很簡單 高鴻安當時是誰推薦過來的 郭董跟柯文哲 請問一下郭董對這事情的反應是什麼 我不清楚啊 跟我沒關係 以前這麼力挺高鴻安的 最後直接講我不清楚了 不管了 民眾黨呢 還是等新聞稿 好啦 民眾黨就不想發生什麼事情啦 連這麼有利 就停他兩個政黨都已經幾乎是不敢碰他 你更不要說其他政黨 會怎麼來對付高鴻安 這是一定可以想見的 所以朱立倫這次不會講話 對 也沒講話了 朱主席人知道這個 這個真的太瞎 我說真的瞎 我們先講高鴻安周圍的人好了 先講這回文化局長錢康明 要知道錢康明屬於是政務官 他不是事務官 他不是升上來的 當時你選進來政務官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幾乎撕破人的走人 這代表你本身的處事 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先講第一個問題 再第二個問題 好 總螺一批人 你新來的人 如果是優秀的 我們給你鼓鼓掌 沒有問題 舉個例 這回準民政處處長 叫施淑婷 大家之前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我會查一下他的基本資料 他之前好像在這一屆的時候 有代表民眾黨也選過市議員 結果沒有選上 沒有選上完之後 被高鴻安市長帶到了市府裡面去 當發言人當了八個月 八個月完之後 要馬上轉到所謂的民政處處長 薪水跳多高 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但問題是 大家知道民政處是什麼東西嗎 民政是一個非常複雜 而且繁瑣的工作啊 還有各區裡的問題 還有道路的問題 還有宗教的問題 還有戶口的問題 還有所有等等 包括選舉的事務 它是一個非常繁瑣 所以一般來講 能夠接到民政 相關事務最高的首長 都有相當地方之力 或者是直接從下面升上來的 因為他無法掌握這些東西 但我去查一下這位施淑婷小姐 他的經歷 查一下好像他之前只有在科技公司 擔任過助理 然後就沒了 然後就到市府公司 就沒了 唯一這個隱藏職業是什麼 他先生是建商啊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你說年紀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他的資歷是否能夠足以來擔當 這個民政處處長 我個人打算一個很大的問號 尤其是他放了一個 我不能夠相信的東西 他都知道 不管你是要當官或市府官員 還是你要當民意代表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的錯事就再見啦 這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任何選舉完最基本的 都一定會看過這個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範例 下面寫得非常清楚啊 配偶啊 包括你的子女啊 只要符合資格 通通都要申報 不只是申報你一個當事人而已 你的家人都要來做申報的動作 請問一下 這位私塾婷小姐 她回答是什麼 她回答是說 不好意思啊 她不清楚配偶要申報啊 所以她覺得很抱歉 她會依規定來補件 我本來想說 好啦你真的不懂 那就算了 不對更此來騙人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分很多個部分 她在不動產的時候 她把她老公填上去 填囉 然後在這個包括存款的部分 她也把她老公填上去囉 但奇怪的是 在這個所謂的事業投資 偏偏沒填 跳掉了 請問一下代表的私塾婷 你是知道需要配偶 也要填相關的報告的嗎 那你為什麼回答說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會漏掉 這代表你給我還是說謊嘛 你能力我不曉得行不行啊 但你的誠信有很大的問題啊 這就是高宏灣新聘新進來的人 再來我再回到高宏灣主軸身上去 剛大家有講到 他住豪宅 不管租金多少錢 豪車接送 沒關係這車多少錢 是不是他的我也不在意 這個之後去調查就好 到底有沒有對家關係 但是我最在意的是一點 我先請問 高宏灣你本人有沒有約過 相關局處首長到外面去 單獨開會過 連你本人都不會做這個事情 結果你旁邊好朋友 我不管是不是你男朋友 居然敢把局處首長 單獨的約到外面去談過這事情 而且在座的民意代表 有誰單獨的約過局處首長 到外面談事情了嗎 我在辦公室談不行 我在市場是談不行 為什麼要到外面來談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代表是 這不只是乾陣 這甚至我個人認為 這一定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在裡面 因為我談的是公司 我談的是音樂 我在市府辦公室談不行嗎 我到局長辦公室談不行嗎 甚至我在高宏安市長的辦公室談不行嗎 結果居然跑到外面去談 這些東西就代表 第一 高宏安 你對於你周圍的人 我不曉得你是不知道 還是你根本是縱容他 藍白未來是不是要合 他也不是白的 他已經不是白的 白的也不認他了 你知道 是白的啊 他這樣子逛 你們都現在都不曉得 他都發生什麼新聞 搞這麼重大的事情 他是金的 我不曉得他就白金的 對 我剛剛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保證 好剛才 柯文哲有沒有 對不對 高宏安講過事情 沒有啊 跑得很快的 完全不回應 可是剛才柯毅開始就講說 看來民眾黨是要放生了他 不管誰放生誰 是真的是這個樣嗎 然後你說石油姐講說 民眾黨你們要不要啟動內部調查 這件事情到底 我剛剛講的 你們有沒有一些談餐 就像嘉瑜拿著這個板子 這個就是民進黨 如果他們有一個態度 他們來上節目的人都會有這種 這個可能就是他們給 所以我說你們有沒有從 黃岸那個地方有得到一些資訊 希望你們幫他澄清一些什麼這樣 希望我們幫他澄清 他肯定是有的 就是如果真的是太偏理事實 他當然會希望我們幫他澄清 但其實我覺得講的就是 就差不多就這樣子 什麼叫講的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覺得保證現在自由發揮 可是發生事情了 管他講一些很不找邊界的話 感覺起來我們好想幫他講話 可是實際上 這件事情只有高豪安自己知道 高豪安發出來的聲明感 有講跟沒講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結果呢 結果就是沒有人敢靠近他 來保證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 我就該調查就調查 當然現在有一些就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有一些可能是被影射 有一些有可能是真的會不會有這樣的事實 那我覺得該調查就調查 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說老實話 我也不在新竹市政 你們內部會不會啟動調查 柯P有沒有表態說內部民眾黨內部 因為他畢竟是你們的黨員 那有沒有有沒有內部也要啟動一些調查 那我就一起說 因為最近的確可能比方說 像地方上有一些幹部傳出來說 是不是有點染黑 或是黑到背景 或是他之前可能有些前科 或什麼等等 那我們這次也發現到這次的風波 的確我們應該要把整個任用的標準 再把它加嚴一點 之前可能比較多會使用說 我們簽這個承諾書 就是代表說你之前沒有過 然後看你的良民證 當然你是良民證 他畢竟有一個時效的一個期限嘛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在任用上面 我們必須再把它修訂 再做一個加嚴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現在去清查 我們所有在地方上 包含的地方上的這些幹部 我們先去確認他說 你過去有沒有曾經有過一些 這個黑歷史 就是先確認一下 如果真的確定有不合規的地方的話 違紀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該解職的就解職 然後另外是我們要去跟 一個第三方的公正平台 我們希望可以去做一個合作 也就是說因為在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無法時時刻刻都掌控說 這個人是不是突然他犯錯了 或什麼的 但如果有個第三方的公正平台 我們就可以直接讓大家可以去上去做舉報 他是匿名舉報的 所以當舉報之後就發現 我們可以去處理 甚至是不是送到檢調 這是我們可以一起做